哎呀,看你们给我保着钢筋 这差的太多了,一点都不平衡 哎呀,这也让最危险了 这稍不注意,它就脱钩了,这就知道了 这钢筋是软的,它并不是说是像那种粗的钢筋 它特别硬,这种细的特别软 你挂不平,像这头就特别容易脱钩 脱钩了,那不就容易出事啊 今天叼的还多,这三魁九吨呢,九吨重 掉下来以后啊,赶紧落下来,你看见没有 赶紧把它落一下,在这个土嘴上落一下 把它稳住,这不平 先凑合着把这一钩给它放下来吧 先把这一头给它放下来 放下来以后对准了,然后把这一头给它甩过去 这个一个形状呢,就给它放一起了 再来看这一次,你们两个能不能给我挂平啊 咱们再看看,因为它这个钢筋啊,是细的,不是粗的 所以说想挂平衡,非常难 其实也有办法,你知道吧 多起一道绳的事,就是多费力,也就是懒 咱们说实话呢,这是啊 也就是不想费那一下事,再打一道声,你就是这样停住 然后再打一道声,它也就起来了 你看这次,又是这样,一头低 你看这头,这很容易就脱钩了就 特别危险啊,赶紧落一下 过来了以后赶紧落一下,别让它再旋转 旋转,旋转了 过了以后啊,我一碰刁车 碰了刁车都是事小 碰到人就不行了 这次呢,也凑合着把它放下来 还是这 但是,你像我以前那一块合作的那个伙计 这人家挂钩就是挂的特别平 这次这个是新来的 干的时间还不长呢 所以说,还找不准其中的诀窍 这次又是三魂 看这次能不能给我挂平啊 主要是钢筋太软啊 钢筋硬的话就好弄了 啊,再打一刀 然后摘下来 然后把这个绳再起一刀 这次应该就差不多了 这次,哎,这次都起来了,知道吗 这次找的位置是刚刚好 钓这种长条的东西啊 你挂不平 这个钓起来不是平衡的 特别危险 知道吗,特别危险 木属屏都好弄 这次还,哎呀,这头又低了 这次这头又低了 你看这个 行了,就这样吧 我看水平也就这样了 凑合这个 不行,这个转的有点快 赶紧落一下 赶紧,看 赶紧落一下 太危险了 赶紧,它转的快了 赶紧把它落一下 然后不能让它旋转的太快啊 旋转的太快 把叼车就给碰了 把我驾驶室就碰了 我在驾驶室里边还坐着呢 好,直接往下落 最后叼一叼 看这一叼怎么样 干啥活都是一样 干的时间长了就知道怎么干了 一开始干肯定是不知道怎么干 有一些细节的东西肯定是掌握不准 这装卸工呢 也就是干的时间长了 就找到绝窃了 这一钩我感觉还行 叼起来 应该是平的 就是不平也不会差太多 不像上第一次第二次那样 差的太多了呀 两头 一个钩 一头高一头低 一低的那头就容易脱钩 一脱钩了 麻烦了 叼不起来了就 就出事了 这一次还行 就是它推的力度有点大 旋转的有点快 到头赶紧摞一下 不能让它旋转 然后它不转了 然后再就位 放到哪再给人家就位就行 一定要看下面工人的脚 这个脚是最重要的 90%的就是出事出在这个脚面上了 好了 这一车祸都卸完了 你们感觉这装卸工的水平如何 欢迎留言区评论 去看看 再监图 然后再监图